Hello 大家好 我是斜佬 今天和大家去一間港鐵站 走過只是三分鐘的路程 但很有交外費的酒店 吃自助午餐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 其實這間酒店就叫做沙田海月酒店 這間網上評價我看都不錯的 而且我都未去過 那不要說那麼多 大家跟我隨時試試 好 Let's go 大家如果未訂閱的話 記得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動力 多謝 要去酒店 我們在大學站波抄這邊出 出來其實我們看到 這裡就是鄭月桐樓 旁邊這一棟就是酒店 我們沿著這裡 好 其實走開三四分鐘就到了 那為什麼會來這間酒店呢 就是因為平時它開都是尖沙咀 銅鑼灣市區的酒店 那它的新界區其實就比較少去一點 尤其是這裡啦 大學站這邊這麼有文化氣息 那這間酒店我未來過 而且聽說它的質素都不錯的 所以他上來試一下就叫KK Day幫我安排 那還有進來呢其實都挺舒服的 這個位置 這裡呢就是會有大概三個地區 第一個就現在坐著這個位置 那有些沙發 那又有些位置 那另外呢 外面有一個大的地區 那都是很開陽的玻璃 在外面透了一些光 還有就是外面戶外呢有一個環境 就很舒服的 有些樹 那你好像 置身了在外國 很放鬆的 那至於詳情呢 自己按回我的Infobox 資訊欄裡面的連結自己看 那因為可能有機會呢 有些新的package 有機會改也不奇怪的 那我這個package 就是包含這個東西的 那但是不要說那麼多啦 出去看看有什麼東西吃我先 其實呢 它就是這個corner位啦 那另外還有這裡幾個的 那首先街上去看看凍海鮮 那今天凍海鮮呢 是這個蟹 那這個蟹 那小隻一點的 那還有蝦 這個是花甲 都很大隻花甲 那這一邊呢就是一些cold cut 那再過一些就是 就是壽司 那壽司區這裡有些好像是玉子來的 那還有這裡這些壽司啦 那這個壽司的凡蠟貝 那個帶子啊 都很大隻的 原來刺身這裡有甜蝦啦 三文魚啦 都是standard那些 不過最吸引就是這個 凡蠟貝 不過這裡蒙了 拍得不好 一會兒拿回去 就給大家看一下啦 那這裡還有一些cold cut cold cut的選擇都很多啊 我看到這裡 那有風乾火腿啊 sarami啊 辣肉腸 那這裡這個 牛腿腸也第一次見的 那旁邊這裡就是一些沙律啦 standard的一些菜啊 那樣 那我再圍多個圈先 這裡也是啦 那這個位置主要是一些凍盤來的 再看一下熱食先 那這一邊 這裡擺麵包的 那還有一些意大利飯湯 pizza 那這裡燒烤區啦 那師傅現在燒著了 哇 這些雞翼很漂亮 那還有羊架都是即燒的 腸 那旁邊這裡呢就是煙沙文魚啊 那樣子都挺漂亮的 那還有這裡是忌廉菠菜 這些雜飯 這個是烤肉飯 Rose with ice 那還有這裡有些海鮮啦 那我不截蓋了 那這些透明的都拍得挺清楚的 那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第二個區域 咦 今天有 豬腳薑 那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那還有這個湯 哇 好大鍋啊 應該是西洋菜的湯 那樣有點像 還是菜乾湯呢 那旁邊這裡有咖喱 那這個三杯牛肉 看一看樣子 都挺英俊的 那還有魷魚 那些炒菜的樣子看起來都不錯 那蝦 那過來這個辣子魚 OK 那這邊是 咦 東波肉 但是不是東波肉 可能夾著 這個燒賣 那旁邊呢有叉燒 油雞 紅腸 都有 那這邊就是那些 自選湯粉麵 那這裡有 魚皮餃 有些不同的 這裡 它都 就是做得好一點點 過了這邊 那這邊有咖啡機 那冷飲在另外一邊 一會兒再拍給大家看 那這裡有 曲奇餅 那個樣子挺漂亮 這個椰子芒果奶凍 它這裡挺好的 它有曬牌在這裡 這個檸檬柚子蛋糕 這個沒有膚質的 巧克力蛋糕 美式 芝士蛋糕 那這個是 樽子慕斯的泡芙 那還有旁邊 Tiramisu 現在這麼早 還沒有人拿甜品 還是很完整 這個 crunch cake 巧克力 那還有這個 叫 不懂的 鮮果薩瓦蘭蛋糕 這個 芒果瑞士卷 旁邊當然是 一些水果 那再過旁邊 是一些雪糕 這個雪糕呢 它就是有 沙巴的 有一點點不同的 還有 這個選擇有幾多 應該是去自己做的 這裡 因為有一個貴的 那旁邊就是 雞蛋仔 還有一些Pancake 還有這個 番薯糖水 還有這個 Apple Crumble 最後這裡 頂住了 野莓千層酥 都很帥仔 還有蛋撻 那其實它 好像看上去 不是很大 但是它 每樣東西都放得很密的 樣子都很漂亮 剛才又拍了咖啡 熱飲 茶那些 這裡 很有趣 它叫做 free drink 就是 蘋果莫里花茶 這樣放在這裡 還有 凍飲就是 這個 橙汁 這個橙汁 是混合湯力水的 回來 你看到這個桌子 為什麼有兩杯酒呢 剛才說了 如果經KKTD訂 它就是 有一個 exclusive 包紅白餐酒 和啤酒 任不喝的 不過你要跟它說 你訂購的 外面就沒有 就不會說 你走出去 叫它 我就不太會喝酒 不過我覺得它 果香味不太濃 但就不太濃 不算粗口 試試白酒 白酒呢 因為酒精味不太濃 而且比較清爽 果味比較多 但它又不太酸 那種 很開胃 我覺得 熱飲方面 剛才除了咖啡機 我就問一下 有沒有茶 我看到沒有茶 原來 它是每人包一壺茶的 即是有些L-Gray 其他很多種 我聽得不太記得 有幾款 就記著問它 它是整個壺 每人包一壺 當然最吸引 看的樣子 就是這隻蟹 還有這個蟹很有趣 它其實已經幫你開了 即是不會整隻很難做 在這裏見到 不過這裏 就看來有點髒 黑黑的樣子 那裏面也是 黑黑的 雖然它是小小的 像染仔蟹 其實裏面的膏 都頗酷 頗滑的 我覺得吃膏 是不錯的 至於這個蟹裏面的肉 其實它都是OK的 它起碼不是梅 當然鮮味就不是很厲害 而且肉也很高 蝦方面 都是標準的 凍蝦 尺寸都是正常 不是那些超巨 也不是很小的 那些 都是的 撕開殼裏面 其實顏色都OK的 而且吃下去都是彈牙的 都是做合理的水平 那翡翠蘿很特別的 平時有殼的 它就和你開了 就這樣放到給你 它也是相對的質素不錯 挺彈牙 咬下去不會很硬的 還有一點點鮮味 另外那個 剛才那個重頭皮 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那個花甲 挺大隻 而且看起來挺肥美的 但是吃下去 它就沒有什麼味 就是沒有那些海鮮味 好像煞完 就沒有了些鮮味 那種 刺身 它比平時的選擇會多一點 尤其是 平時沒有帶子 這裡就有 第一樣 當然要先試它的帶子 它的帶子 就是平時切開了開邊 即是起雙飛 吃下去也挺有甜味 而且還是黏黏的 有那些咬口 即是帶子的鮮味 還能保持到 油甘魚就是我最喜歡吃的 這裡的質素都不錯 看起來 你看到的顏色都OK 吃下去也挺有煮味的 我覺得挺好 甜蝦比較搞笑一點 因為平時甜蝦會剝殼 它是軟的 即是可能特別新鮮一點 我不知道 但是撕開一殼都是新鮮一點 比一般的甜蝦 是好吃一點 比較吃下去 它的蝦味是好一點的 最多人吃的三文魚 正常 就沒有什麼特別 吞拿魚也是普通的 即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八爪魚反而質素都不錯 咬下去就不會說很韌 那些 接著第二個重頭器 當然是燒烤 即燒 那些 它又比平時選擇多一點 例如羊架 羊架 它是小小的 不是那些很大的 所以這些特別是亂一點 你看它的表面 煎得很焦香 在裡面其實你看它不是很粉 就想著是不是過熟 但是吃下去它又不是 當然是比平時熟一點 但是它又不會說咬不到 還有它保持好肉汁 挺香的 當然了 就蘸上它那些 兩種不同的法式 鷹色界辣 我覺得就 可以更加提升它的味道 這個腸 也挺特別的 它的皮 又是比較脆身 還有一些焦香 肉味也挺好的 它的雞翼 是比平時它的大的 即是一些比較 Jumbo size 那些的 美國雞翼 它有一點蜜糖 即是茶 那樣燒的 你剛才看到它 插著一吋 這樣燒的 所以它的味道是挺香 還有一些焦香味 加上它有一點 我猜它應該加了一點甜椒粉 因為我吃到有一點 那些甜椒的味道 所以跟平時有一點 不同 比較好 美國式很西部的味道 而且它裡面都挺juicy 最後就是那個燒牛肉 這個燒牛肉 其實你看到的樣子 都是比平時的好一點 你看到它裡面 還很粉嫩 外面很焦香 很香 很重牛肉味 這個燒了它 是一些石斑 好像那些粉絲蒸魚 魚片 肉質都挺結實 挺好吃 有一點滑身 最初打算它是不是蒜蓉 誰知道一吃下去 哇 這麼辣 我看到黃色那些 我覺得應該是海南的 辣椒醬 海南島那些 黃黃的 但很死辣的 它就是那種 所以就偏辣了 旁邊這個 又是辣的 它是辣子魚 但反而沒有剛才是這麼辣的 它是只有樣子 吃下去 是好吃的辣味 它是炸過煎過 所以皮有點脆 而且裡面的肉 都算是滑的 菜心炒牛肉 平時我不會拿的 因為一般都是非常難吃的 但因為我看到樣子好像有點不對勁 應該是很棒的 然後吃下去 嘩 真是不得理 我覺得還好吃 那些牛肉 因為它這些牛肉 跟平時外面的茶餐 菜心炒牛肉不同的 平時那些 可能有些梳打粉 那些普通的牛肉 但這些吃下去 應該是那些類似 安卡斯的牛切片 所以有些油香味 最後這個魷魚 我覺得鍋器也夠的 但味道上 比起那三樣就比較普通 拿了兩個湯 中西湯 西湯就是雜菜湯 跟平時那些都不是太大分別 最特別就是這個中湯 剛才你也拍到了 很大鍋的 而且你看下去就知道是老火的 喝下去都喝不到一些很味精的味 而且很濃郁的 它應該是一些菜肝豬骨湯來的 所以味道很濃縮 好像我們平時家裡煮的 再濃縮一點的 真的很好吃 拿多兩個熱食 一個豬腳薑 豬腳薑就齊了 豬腳、蛋和薑 它的豬腳都挺軟的 而且挺大塊 吃下去的醋味都是不錯 蛋同樣都挺好吃的 它裡面是煮得有一點粉粉的 吃下去就不會很乾身那一隻 薑也夠味 也不會說很老 很多渣就沒有的 都不錯 咖喱這裡選擇比較少些 就是一隻的 就是咖喱鴨 它的咖喱味 其實我放在碟裡 就這樣聞到 都聞到挺香的 它的汁是不錯的 而且有一點點辣的 很有印度的風味 調教得很好 它的味道 鴨也是 鴨胸也不乾的 甜品第一樣 當然先拿雪糕 它的雪糕剛才拍過很多選擇 拿了三樣 它的綠茶 我覺得它的味道挺好的 咖啡也挺香 Respberry就是雪糕 它的酸度也不錯 不會說非常酸 眼糕 第一個當然是拿破崙 第一 我很喜歡吃 第二 好像這裡也挺有名的 你看看它的樣子 它也有幾層 挺厚的 它的表面 它的皮質做得很酥脆 裡面的芒果忌廉 也很好吃 也不會說很假的芒果味 平時我們吃的泡芙 就是一塊塊小 這個就是很巨型 剛才外面拍給你看 這個就是瓶子泡芙 它很大塊切開了 它的表面就是 平時泡芙的質地差不多 但它就不是很脆的那一隻 裡面的瓶子的奶油 也挺濃的 它的瓶子味也挺好吃的 這些Opera Cake 最重要是巧克力味 夠濃郁 它也做到 它的慕斯也夠軟 這個蘋果批 你看到裡面 都是這一粒的蘋果 但它的表面 我覺得不夠脆 它裡面是不錯的 也挺好吃 表面就差一點 你看到第二碟 為什麼又是重複蘋果批呢 其實這個是 Apple Crumbo來的 蘋果金寶 就跟蘋果批差不多 不過它的表面 還會有一點脆的 這個其實反而更好吃 因為它的表面夠脆 甜度適中 也不是很酸 它裡面跟剛才那個不同 剛剛那個是一粒蘋果 它是蘋果蓉 但是我反而喜歡吃這個 多一點 葡撻這個賣相 也不是非常突出 誰知道 我切開給大家看 裡面的蛋 其實也挺厚的 吃起來它的蛋香味很濃 甜度又適中 皮又夠鬆脆 我覺得挺好吃 拿了底雞蛋仔 這次我就不配雪糕了 那我就配Tiramisu 也是同樣很軟滑的 嗯 果然好吃 它這個雞蛋仔 真的很鬆脆 愛脆 內軟 Tiramisu 它就是 咖啡味不太重 還有酒味 但是它的奶油 挺滑的 好,吃飽 總結了 那其實呢 我初頭來呢 想著這裡是郊區 不是市區 那想著呢 都應該最多坐一半人左右 今天還要平一天 誰知道呢 差不多坐滿人了 我都惡了然 那可能大家呢 在市區多 都想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先說一下 食物質素先 那我覺得 我初頭來到呢 想著 好像不是很多東西 可以選擇 我看過位置呢 不是很多 不過其實呢 它因為放得比較密 其實選擇呢 都不是少的 而且它相對的質素呢 大部分 都是相對比較好一點 尤其是熱盤呢 都比我猜不到 是比較好吃的 但是呢 凍海鮮方面呢 如果它不是蟹仔 換回長腳蟹 會更加好 因為自我餐 都不想這麼麻煩 剝這麼多東西的嘛 那今次分享來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 給個like下面留言 還有分享給朋友 那旁邊的小鐘 一會有新片出來 馬上收拾 Follow我Facebook Instagram 一定會在下一個影片下一個時間 拜拜 拍完了 終於可以享受我最喜歡吃的雪糕 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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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